這是第27章 磁浮系統 它的目的就是我們給它任一個動量方程 什麼是磁懸浮系統 就是說下面有電磁鐵 然後上面有磁鐵 然後加大下面的電磁鐵的電流的話 就可以控制上面的磁鐵往上或往下 那這就是弄磁浮列車的原因 那這個神經網路 這一站的目的就是用神經網路學會這個方程 學會這個方程 然後能夠input給電流 然後能夠預測出給定好的磁浮 這個電磁鐵它能夠推動這個磁鐵 下一個磁鐵位移是什麼 不一定是電流 包括的話可能會是電磁鐵 那稍微理解一下這個電磁系統 這電磁系統好像要去看一下它的配合 我是大概理解一下 那稍微整理一下右下角這個系統 到我左上邊這邊都比較好看 就是說 左邊是位移的加速度 然後右邊的話是這個電磁鐵所產生的加速度 這樣子 因為它的F除以M就是A 然後在減掉重力 所以就會是它的 所以這一項的話就是它的電磁系統 那這個SGN的話就是這個電流的正負向這樣子 所以那其中要解釋的幾個參數就是 α的話是這個電磁鐵的烙的圈速 所以它跟這個電磁鐵所產生的加速度成正乎 對 那β的話是粘細磨擦力這樣子 它跟它就像是一個電磁鐵的系統裡面的摩擦力 比較對比的 那它跟摩擦力就好像不懂摩擦力一樣 它跟加速度是成正的 所以就是加速度如果比較大 它的摩擦力就會比較大 對 所以你產生的電磁鐵要減掉一些摩擦力 所以加速度要減掉一些摩擦力 就產生的這個加速度比較大 所以整個系統就是 電磁鐵呢 電磁鐵的電流越大成乎一棒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加速度這樣子 然後跟電磁的推速成正乎 然後跟你的位移 跟你推動的磁鐵位移成反比 也就是如果它越遠的話 所產生的加速度影響力就會越小 就這樣子 那所以大致上的話 就是簡單來說這個神經網路呢 要去了解這個虛學位這個系統 然後去猜測下一步的位移這樣子 那在這裡的話 這個case的話 它是用一個模擬的系統 是Mailab的叫Simulation 然後去Input上面那個動力方程式 然後接下來Input出來以後 就是一個模擬系統 它說你配用任何的模擬系統 然後就產生一個這樣子的模擬模擬的系統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方程式 然後它就是去取樣 它就以去間隔取樣的速度 0.01秒的方式去取樣 那取樣完以後 取樣完以後 取樣的形態就很像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這樣子 它就是把它接起來 所以它就是用 它去取樣一個 然後取個4000坪的資料 然後取完以後的話 它再對取完的 取完的電流 或取完的資料 取完資料去做那個 就是位移 取完資料的位移的數據量 像去做Normalization 這只是一個 對 應該說原本那個動力系統 先Normalization到伏一到一 然後再去取樣 所以也是伏一到一這樣子 就是說做一個 其實上面去做一個Normalization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這個 用這個NAS神經網路去學 那這個NAS神經網路呢 在第二十二章的時候 好像就已經有 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它是一個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那它上面說這種 持續型的資料 對 也就是說 持續型的資料的話 比較適合這種 RNN的形式這樣子 對 所以它就會說 你可以用很多種 那它現在想要最簡單的那種 就是NAS neural network 那這個neural network的話 的input的話 neural network 的input 對 這個 這個 這是我覺得這樣 就是 這個neural network的input的話 會是你現在給的電流 然後跟你上一個時間點的電流 然後以及 以及你之前預測出來的位置 對 為什麼input要這樣子設計 下面這個沒有 因為這是我從你的paper上面拿下來的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兩個y 兩個u 和第三個 自己現在的input的u 那這兩個u跟這兩個y 就是上一個時間點 所預測出來的位置 就是上一個時間點 你的input 你的input的電流 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是因為 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他其實上面裡面有解釋說 這可能要根據你的動量方程 的去看 就是說 你動量方程的話 你其實是要預測 你要預測出接下來的位置 這動量方程出來是加速度 但是 其實你只要有現在這個時間點的加速度 然後你有這個時間點加速度 你有這個時間點 你預測這個時間點加速度 接下來加速度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有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距離跟速度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積分出他的 他的距離 他的位移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需要 你的神經網路裡面 input會需要兩個y 會需要兩個時間點的y 對不對 因為有兩個時間點的y 你才有辦法兩個兩個相減 然後因為減一個 一個上一個時間點的y的距離 跟你現在這個時間的距離 你僅多只能算出速度而已 再給你一個 再給你在上面一個y 你就有兩個速度 你就有辦法在神經網路裡面 算計算出兩個速度 然後你兩個速度相減 做時間的 你才有辦法算出加速度這樣子 所以他的 所以你最少你的TDL 這邊的input 上一個時間點回來的 回來的等值 或是你直接input的y 就是你的y的話 最少要給兩個 上兩個時間 上兩個時間點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好 那他的形態呢 其實就像我剛剛說 這個TDL 是一個累加 然後他會把上一次 你現在輸入 然後他會累加你上一次的位 然後這是累加你上一次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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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可能上W1 然後tangent的去 然後再一個hidden layer 就是一個hidden layer 然後這裡可以做一個線性 那為什麼 這個是平方 我是不是不太理解 因為 不是 他是第二層的意思 第二層 那不然我就覺得奇怪 好 那第二層就沒什麼問題了 對 他就是輸出他的加速度 第二層的 那我就覺得奇怪 我打斷一下 這本書的這種寫法 這邊的那個TDL 其實在前面的章節 他有類似你剛剛那個 你那個投影片的那個樣子 真的嗎 對 他其實 這個TDL在前面出現過 至少兩張有講過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種寫法 跟我們現在 一般在介紹RIN的寫法 不太一樣 可能你第一次看會 看不太懂 他這個寫法就是類似像 像RIN由左到右 RIN不是T1 T2 T3 然後除了第一個以外 第二個之後就有 前面的Output 然後再加上 當下的Input 那這個其實 其實你把這個圖 整個往左轉90度 再看得出來 就往左旋轉90度 可以看得出來嗎 就有點類似 但是還不太一樣 他這個寫法 就等價於RIN現在 一般RIN的那個 不管是論文 還是書 包括有二十二 或多個文章 我們由左到右 要一個一個一個 每個時間 T1STAT 那他這邊是 把這個圖 縮成TDL 叫block 它本來是由左到右 然後現在是由上到下 只是說 他這邊 把那個 輸出到進來的 兩個隔開 上面的是 輸入 下面的是速度再進來 對吧 這個畫法 會比較 tricky 一點 你可以回到下一張圖嗎 上一次 上一次 不是,就是書上的那個 Narx的那個模型 然後他這個 畫法 可能有一些 我在教學生的時候 RM 他們都會認為RM就是 一層 一個input,然後輸出 然後這個輸出再到下一個 時間點的當輸入 然後在原本的輸入 然後輸出 事實上現在的neural network 都是deep的 你可以看到這兩層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以現在RM的 那個 那種圖的輸入來看 他除了時間上面由左往右 漲以外 他也有由下往上漲 就是這邊的 左到右的關係 L1、L2 對應RM就是往上漲 所以 現在RM架構 基本上就是 TimesState以外 他的每一個一層 也有這樣的 由左到右 第二層的左邊到右邊 然後他的輸出會到下一個 輸入 我之前在 指導學生的時候 發現 他們對RM有 那這張圖其實 很容易解剖這樣的疑惑 你可以把它看成 這有點現代 那個RM的畫法 那只是有一點點 小小不一樣而已 對 好 好 那我就繼續 那 對 然後他是說 這個EdenLayer第二層 第二層的EdenLayer的輸入 目前也是10 就是他其實 他現在網路的結構是一個 41 41的網路 對啊 就是四個 4個 TDL加起來這四個 然後再加你的一個 你現在已經不能變成 就是一個 然後這邊是10個 這邊是10個 10個EdenLayer 最後就是一個 一個Off的Inno 對 所以 整個參數是60一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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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EdenLayer的 數目的話 會決定說你的 當然看起來 就會決定你系統的 的複雜度 那他的 對 對 10萬 然後 一陣子 然後 一陣子 然後 一陣子 他等一下會提示說 要怎麼選擇他的數目 然後 跟TDL的數目 其實也是可以高整的 要怎麼調整 要怎麼調整 但是 TDL就是2.2 那 那 呃 呃 呃 他這裡提到說 有兩種類型的R跟 應該說兩種類型的 就叫 Nux網路 這樣子 那一種叫 徒型結構 就是你自己現在 你現在的Output 會拉回來 然後 存在裡面 然後 然後一起做 會進來做 前面的 上量的時間點 那 再來是 完全就是 用Label 用你資料裡面的 上量的時間點 而不是用你自己 你預測出來的 上量的時間點 做學習的 這種叫 序列平行的架構 那 那 他是說 呃 他是說 右邊這個序列平行的 比較好 對啊 他看起來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他覺得說 你這樣子 你Input 比較不會受到 上一個 計算不好的干擾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是 他覺得 你在說 算Backwork propagation的時候 我比較不會 比較穩定 對 所以他其實是 我 從這邊開始 他並沒有說 他選擇用來 那個 YT 跟YT 配合不一樣是什麼 真的嗎 就是 對 跟YT 配合不一樣是什麼 一個是算出來 那YT是什麼 YT 是原本的 那個實際的 實際的 他這個就是說 右邊這個 所謂的 3 parallel architecture 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 有Label的Training 對 所以他用了這個 Tricky的手段 他不用 點擊了 這個RN recurrent 他直接用 那個 他的實際 的Data 的那個 Target Level 總情他變成 把RN 變成 3 forward的 manwork來做 欸 我知道就是 這邊有沒有 就是也在用 現在的RNN 就是 我看起來很像 就是裡面的 一個Technique 叫做Technique 的技巧 就是他其實就是 拿真實的值 去強迫它 而不是從前面 算出來的 對 他這個就是 在Training的時候 利用這樣子 這樣 包含 你BPOP 不用 VBTT 因為 你用原本RN 要BPOP 通常的方式 去 那你現在他就 轉成一個 pure 3 forward的 那 那個 computing 的 comparacy 就會降低 我覺得 有些 網路 他看起來 學生很好 他只是把 Y P-P 記起來 然後再 這個時候輸出 就是我自己去那些小朋友 RN的時候 有時候發生這種情況 就 右邊那個網路 我不知道左邊是 也有一次的問題 那一對台也有一次的問題 我右邊那個 他搞不好可以做的 還不錯 就他整個的那個 Pathom 圖線 就是在時間上面 往前面去 一流點 他是學到一個東西 他右邊 對Train Data的原因 一定會更準 因為 他送進來的 基本上就是Pable 對 沒錯 就是跟他講一樣 所以他其實 講到這裡 他並沒有錯 他選擇哪一個 不過我從接下來判斷 我覺得他選的是 右邊怎麼沒有錯 應該是選右邊這個 然後 對 繼續往下做 那 那接下來他其實就講說 他接下來網路的Train 你的話就是 就是用什麼 22章的 倍式 Regulation的一個算法 然後取4000個點 1400 然後取資料集 4000個資料集裡面 最後的百分之十五 來當作他測試器 對 然後 其實我沒有仔細看一下 22章 因為我覺得那邊數學 也有點困難 但他這邊也沒有提到太多 就是這之下 然後這直接Train了 對 然後他發現他更換了好幾個 不同的權重 權重值的設計 然後去Train這個網路 對 然後發現每一個 後來發現每一個 Bias Regulation的算法 22章的指導 然後就發現 跟他找說是 不同權重值以後 發現都一樣 都有穩定下來 然後而且每一個 穩定的數值都差不多 所以他認為他現在 券完的是沒有進入一個 用命馬這樣子 對 那 嗯 對 然後他初始權重 是用一個 是用他 Bias Regulation 原算法裡面的一個 其實我沒看懂 對 這個人去看 不是在22章裡面 對 然後 然後 這邊Train其實很快就太過了 對 沒有提到太過 然後就 其實他主要Focus就是說 你用 22章的方法的話 有一個 有提到一個 部分的話就是說 欸 他有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可以 可以 那個原算法可以計算出 有效 有 你整個神經網路裡面的 權重參數裡面 你用到哪是有效的 有效的參數這樣子 對 那他 他可以顯示給你說 在這樣 今天這樣子的 網路結構 去學那個 似乎系統的話 有39個參數 61個裡面有39是有效的 對 但是他說 即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話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啊 你知道嗎 因為書裡 這邊這一章沒有提到 對 應該要過去看22章 他到底是怎麼計算出這個 有效的參數 對 然後 他說 但是他提到說 雖然你看到 他是39個 是有效的 在使用 但不代表你要 你需要在這個時候 降低他的 降低那個 Fidden Value的 的 的數目 因為第一個 我們並沒有要強調 計算的時間 除非你很輕輕計較 這個神經網路推論的 的時間 再來是 就是 一般降低那個 參數的話 是為了要 不要Over 3D 但是他 從上面 從上面判斷 他現在並沒有 Over 3D 對啊 所以他覺得 就算你看錯了 看到這個也沒有必要特別去降低 他的一個 的數目 然後 再來就是說 他說 計算出 訓練完神經網路 以後 有幾個方式 可以驗證說 這個神經網路到底是正不正確的 那一種方式比較傳統的 就是 就是建議的 就是Scutter Block 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 平常說的 我們Chaining跟Testing 那我們就 我們Chaining以後 就 就把時間點 畫出他的結果 那 同時間我們就用測試的資料集 他可能是時間點裡面的 某一段 或是剛剛說 百分之十五個時間點 然後把它畫出來 跟原本藍色的是 是Chaining的 這個藍色的時間是 跟Chaining的 然後綠色的 這個點是Test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Test跟Chaining的 是其實 不在Chaining 就是 他的數值是連貫的這樣子 所以這是 我們比較常用的 的一種 去驗證說 你到底有沒有神經網路 有沒有成為的一個方式 那他又提到說 有另外一個工具 可以用來幫助 來判斷你現在我的網路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正確 對 那他之後這個方式就叫做 好像之前22章 也有 也是一直在討論這個 叫做Auto Correlation的技巧 這樣子 那Auto Correlation 到底是在說什麼呢 他就是說一個 一個 當你那個 序列型的神經網路 被訓練出來以後 有一個 除了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特性要 那個 測試級跟 訓練級要 融合以外 有另外一個重要的 特性要 融合 就是說你的資料 你的Input 你有一個 有一個數值 叫做預測誤差 對 預測誤差 預測誤差 這個 對 這個 對這個 ET 就是我只是沒有看到ET的數值而已 ET 有一個數值叫預測誤差 就是說你訓練 你的訓練資料 跟你的測試資料 之間在每一個時間點的時候相減 那個 在整個時間點裡面每一個做相減 然後所形成的那個函式 這樣子 的差值 差值函式就叫做預測 就叫做預測誤差 那這個預測誤差 有一個 有一個公式叫做autocorrelation的方式 對 那他說 你 你必須要 這兩個 你必須 你的 你的 你的Input 你的預測誤差 跟你的Input 之間的correlation 必須要是沒有correlation的 對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是一個好的正確的 好的正確的模型 對 那如果有的話 你可能要 對 針對這個NAS模型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他的TDL的數目 對 讓他的correlation 降低 對 那降到什麼程度呢 降到什麼程度 就是右邊這個這個式子 就是說 就是說降到你的 你有一個bundary 你的correlation 計算出來的式子呢 像這一個式子 就我們剛剛揀出來這個式子呢 它的 你上面的這個correlation方式 有計算出來的值呢 其實是介於 是在它的bundary裡面的 它認為這樣子是 這樣子裡面是要 你的Input 跟你的correlation error 是有折扣的 所以你必須要加大你的TDL的值 如果你加大的話 然後你再去重券 那例如你把FDL 從剛剛y跟u都是2 拉到4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 你change出來以後的bundary 然後同時先去計算它bundary的話 所有的值那個 所有計算出來的 剛剛那個correlation方式計算出來 就會位於bundary 這樣子 那這個到底是在講什麼 這個式子的話就是說 這個式子的話是說 這個式子的話是說 你每一個時間點的預算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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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 但是 то1到4時這個時間點裡面的預算誤差 乘上你在層上你從10到50 從 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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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1-1-1- ну 就是中間的那個誤差值 誤差的函式的誤差值 跟你從負值到40 那個往前 shift 的40 就是這同樣是這個時段裡面的值 做相乘 那理論上他乘出來的值就是這個 correlation function 他認為 correlation function 的值呢 必須要介於它的 boundary name 這就是所謂的 correlation 剛剛相乘那些 errors 就是你還是那個網路出來以後 你就計算一下你的 training 跟你的 你每一個時間點的 training 跟真實的 label 值 在每一個時間點的誤差值是多少 那這個誤差值的往前 10 個時間點的累加 跟乘上一個往 就是你 10 個時間點 一段時間的累加跟 shift 的一段時間 一樣的時間區域內的累加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 correlation function 它的 它有四值的幾何意義 它必須要介於這個 但這個 這個可能要看一下它的推導 但他認為你這個 correlation function 所計算出來這段時間點的預測固寸 固寄值呢 必須要介在一個叫做 boundary 那個 就叫什麼 boundary correlation boundary 內這樣子 你才會是 你才會沒有 correlation 對 那在這裡的話就是 你剛剛 error值乘上 shift 過了 同樣時段內的 error值 乘上 shift 時段內的 error值累加 對應點的累加 然後其實是有些值是超出那個 boundary的 所以它認為你要 就像剛剛說要加大這樣子 那再來是總共有兩個 correlation要計算 那一個是剛剛 error error值的 乘上時間 shift 以後的 error值的計算 另外一個是電流 你現在這個時間 它認為你的 error的誤差值 除了跟你 就是你時段 shift 的 error 誤差值之間 不可以有 correlation 然後以及你現在的 以及它跟 input 的那個 跟 U 也不可以有 電流值也不可以有 correlation 所以等於是你的 input 跟你的誤差之間的 correlation 也要為一方的離內 但是在這一個範例裡面 就算我們 NY 跟 TBL 的 size 是一樣的 也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所以它就說 欸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它後來就把 NY 跟 MU 改掉成 4 了以後 就發現 你這個 correlation 有有幅度的那個誤差的題這樣子 那同時間其實 其實改成 4 了以後 input 的式值 當 input 的 correlation 其實也是位於 也是還是在裡面這樣子 只是它的 scale 更大了 大家知道這邊的 4 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嗎 就像 RN 本來是 2 個 clock 現在變成 4 個 現在變成 4 個 那最後就是說 它發現你這個 prediction error predition error 採用系列批型的設計 就是剛剛那個系列批型設計 會有比較大的誤差 是在 one step ahead prediction 我 我有一點不太理解 就是 就是它認為 就是我猜應該就是 它解釋就是會有缺點就是 欸會有 我猜就是這個會有比較大的東西出來 那我 我 所以它說 它說你可以的話就改成比較 改成用 iteration 的方式去誤差 去做一點點 我自己 我自己 對這也有點不太理解 沒有 它 這邊是在講說 原本那個投尺步的方法 直接送 level 進去 變成 3 4 1 它只能看下一步 因為你的 level 只有下一步 那你今天如果是要往後面推 20 步 那這個 tricky 的方法 它基本上就會是 因為它只有下一個時間的 output level 進來 所以它後來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改成後面講這個 equation 就是恢復到原本的直接用 recurrent level 進去 就是 output 又送進來 就是送過來 所以我看到它說改成 recurrent form 改成 parallel 因為你這樣才能預測 後面 除了下一個 step 以外 下下一個 下下一個 就是 angle step 之後 除了當下這時間點的下一個 你有 level 但是你沒有下下一個 因為你受限於你的 arpature 你送進來的基本上是下一個的 level 對 但是為什麼改成那個 parallel form 就可以預測更遠的 因為你一直有用recurrent一直在修正它 你前面這個投尺步的方法 它基本上是改成一個錢匯網路了 那它沒有 feedback 所以你說它在預測 所以你是如果是預測下一個 step 原本的這個所謂 series parallel 是ok的 可是如果要預測一個 long sequence n step 之後的每一個 step 的 value 所以它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中間才會產生很大的 pass 因為對於當下這時間點 它會很準 但是很後面的 就是除了下一個以外 越後面的 它在train的時候並沒有一個 realistic的 feedback data 就是它原本的 series parallel 是在預測下一個點 它用一個真正的level來train 那這其實就我的理解 基本上最大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的問題是這樣子 那這個可以降低你的 computation 因為你少了 你客人的不斷的 大家都知道RN它會比較吃 memory 然後計算量會大 所以說原本那個 serial parallel 它這樣子看起來是沒有很連貫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辦法 把前面的東西都連貫起來 所以它這樣算是 我看起來它還蠻 跳得還蠻嚴重的 因為它這樣算你永遠去 fit 的是下一個 他說你這樣子就會有 error給 only you one step ahead的預測 你很容易就會有 它意思是不是說是 我如果是在中間插進去 我如果中間 我例如挑一個時間點 那個什麼 0點幾 3秒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 這樣去預測 因為就這個應用而言 它希望是我 如果我當下為了資料 然後我要預測 後面 每一個step的值大概是多少 如果它應用的話 那原本那個方法 它就會相對的比較弱 因為它是連續的 所以你有後面的值不斷 trend trend 進來修正它 而不是一個下一個時間點的label 它變成說變得discreet了 它的trend是discreet的trend 它沒有一個real sign的feedback 所以其實後來 後來它還是覺得說是平行 平行式的會比較好 平行基本上就是會花更多的資源去train它 就是花時間 就網路相對的比較複雜 計算時間會長 那好像也比較不好 所以 它就是說 為什麼它會說 你用serial parallel的計算 反而會比較正確 如果你是計算下一個 當然會比較正確 就你為現在的資料 然後預測下一個 因為它的結構就是 label 未進 下一個label未進 所以你如果只是要預測 你說沒有在label未進的時間 繼續往下 對對對 比如說你預測 為昨天的股價跟今天的股價去trend 然後來預判明天 類似這樣 因為昨天跟今天的股價也都有 所以如果股價它是有正常有連續性的話 那這樣子可能準 但是如果你要預測是整個走勢 股價的走勢會爐 而不是只是明天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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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就是這樣子 整個介紹就這樣子 好 好 大家有什麼其他問題 好 那基本上這一張 基本上就是 一個磁伏系統 當作一個RN的應用例子 他這邊 講這個網路 我們用線帶來看 其實你可以用RN來做 他這個網路叫 他給它名叫Nux 其實它就是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 不一樣的 好 他 一般我們像RN 中間層都會用那個 TangentH 那 如果就LCM 就多了三四個GAT 或是Guru 好像三個 三來兩個GAT 有點忘了 就是 網路變得內部的Block 變複雜 那本質上是一樣的 就是 這一張的應用就是在解決一個 那個 Time Theory的問題 他跟那個什麼 我們 在預測Value 其實是類似的 預測Value 那個Tang叫什麼 Requation 回歸問題 比如說我們在做Requation 我們就是在 我們位給它很多Data 然後要預測Value 這個 這本質上面是 概念很接近 那這個就是 它唯一不一樣是 它是Time Theory 在這個Time Step 丟了值給它 然後預測它的輸出 會是什麼 等於說下一個Time Step 有一點 如果我們用那個 我們之前 在Study強化學習的概念 它就是 那個 下一個 那個 Reward 下一個State 你有現在的 Environment 然後 給它State 然後你有Action 它會產生 一個Reward 然後再進入下一個State 那 強化學習的Reward 對應到這邊的 你要預測的值 就是 概念上是相同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 這本書最後幾章 我覺得 除了它 它的一些 講解的方式 不同於我們現在 在現代 學習 Dip Dining 相關的技術 它提供 另外一個角度 因為我發現 在教學過程當中 常常有一些學生 有一些盲點 比如說剛剛講RN 它就是以為 就是一個單一Block 那事實上 你從這個 統統教 它一個Block 其實就是兩層了 就是一個 3-4-Wall 兩層 這已經是最簡單 現在其實 都非常多層 第二個就是 像 之前很常遇到的 待會兒這本書 講CNN 會比較 一直搞不懂 那個Filtre 跟Curnal 其實它就是一個 Wate 好像這本書也有講 其實就是Wate 可是大部分 大概99%的人 找到CNN的資料 都會講那個Curnal 然後就是在那邊做卷機 可是 發現很多人 學了很多 但是 其實那個 最Basic 的部分 並沒有搞多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它提供 一些 不一樣的 包含Training的方法 不是只有 現在 大家 從書上學 從一些熱門 現代的書上 學的那些而已 它可以去估 它有效的 那個 參數 最少可以是多少 叫Gamma 等等 還有它的應用 你可以看到應用 跟我們現在 大家追的應用 都很不一樣 那它追 要嘛就是MLP的 就是 剛才就是Curnal Vision 可是它 它的應用 其實 在我看起來 是 那個 可開拓的領域 其實是更廣 就是 這是我 讀後面幾張 得到的一些 不一樣的啟發 下文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自己 用一個就是說 全連接網路 然後去 想要看它的 泛化的能力的時候 我手上的手段 就只有 拿一個資料集 然後去試試看 去Post 或的Addation 那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方法 就是可以 評估 一個 回歸器 不管全連接的 或者是再複雜一點的 它的能力 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 最簡單的就是 拿到不一樣的Data 這是最容易的 這是最容易的 好 然後 在 一種情況就是 想辦法去 無中分有 就是 利用 類似 general model的方式 去產生一些假的 但這個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些 第一個就是說 它可能跟原本 因為 產生出來的Data 它就必須要有 mini-for 它不能 純粹是fake 純粹是fake 純粹是fake的Data 基本上 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它用mini-for 你 它就 3號會跟你 原有手上的Data 它是有 某些 correlation 這是一個 potential的issue 那再來就是說 你去 generate出來的Data 它跟 real的Data 因為它還是 Generate model 基本上 它從數學角度來講 它基本上就是一種 在 probability分佈上面去做變化 那 但是 這樣的變化 跟real的Data的偏差 會有多少 對 我是 比較粗淺的理解是 我們當然可以去生成資料 去增加我們其他淡化能力 如果單純評估模型淡化能力的話 你拿一個 生成Data 因為生成Data 中間還有其他理學嘛 那會變成混在一起 那除非一些比較緊巧的安排 我不知道誰會講GN 我隨便亂講 就一個緊巧的安排 設計過 可能可以 幫助 對我 對生成資料 目前會這樣想 不過 我覺得 這個是 DipDating它天生 因為 DipDating基本上 是一個functional fast meter 它是在做 所以 你 它基本上 不佔你的Data 它基本上 會有什麼表現 就很難預料 就是數學效能 那 要用DipDating 這一套的方法 來做 基本上 沒有Carry不夠大 它基本上就無盡 對 那 我在想說 例如說 我們有時候訓練 一個模型的時候 會講說 中間那些層 它的 Ectivation 有時候 有時候講 Ectivation 它的分布是一個 然後來講說 那個模型健不健 就是有沒有可能說 犯話能力會不會稍微好一些 那 那個會不會直接跟犯話 有關係 我不太確定 然後大家實作上 好像也常常沒有開在意 這種事情 那 我是好奇說 現在是不是 反正恩恩的理論 還沒辦法 我個人覺得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導入網賣能力 中文算是線上學習 因為這些data 你實際上是沒有 你在 假設你 用的data 就這些 那 等於說 一個小孩沒看過的東西 你要他懂 這基本上是 可能性不高 他可能猜對 那 基本上 他猜錯的機率 遠比猜對的機率 高太多 因為他從來沒看過 就是差異很大的data 尤其是 比如說 一個 一個 不該出現在 某個背景場景的 他就是出現 但是 我們人看得出來 但對機器而言 他絕對會誤判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要按捺人力 是一個 相對經濟的解法 就是 他之前沒有學會 但是 今天有 不一樣的東西 是要進來 他在當下就要 比如說 有一個跟 很接近的 概念 但是 不太一樣 叫Active Learning Active Learning 所謂Active Learning 就是 我今天 在Train的過程當中 我同時告訴他 這個data 是什麼 那 這個 我會把它用在 就是 有些data 它相對的 比較少 某些pattern它比較少 所以 我會 Active的 為給 那個 Network 這些稀有的資料 那 我們在實作層次上面 我們可能 用 那個 Bites Wait 就是 稀少的data 給它大的權重 這是一種 哪一種 是 所謂叫 Balance Data 我把 稀有的data 送進去 train的次數 相對的 多的data 更頻繁 把 Balance拉近一點 那 這是我們現在的手法 在Deve Learning用手法 那 Baline Learning 基本上概念是很 跟Active Learning是一樣的 我在線上 他學錯了 然後 我糾正他 說 這個是什麼才對 這個 就可能在教育 小孩子 小朋友 寫答案件 錯了 然後老師糾正他 他還是錯了 然後再把寫幾遍 這是 這是我目前想到的 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 如果 沒辦法 找到一個 足夠 夠大的資料期 那 原本 並不是你 就是 train 好之後 就上線 然後就不再 不再train了 這個方法 是 商業化 特別是跟 安全有關的 或是 跟 人民安全有關的 那 這樣 用 這種方式的 商業產品 我覺得 非常非常危險 如果他沒辦法 修正的話 就像我們看到 那個 那個 現在自動駕駛的時候 會 發生 非常不可思議的 失誤一樣 一輛 大卡車 混在 大馬路上面 他原來自己做天橋 就直接 高速狀況俱降 所以有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 把廣告認成 就是秋風 對啊 就是 只要他 沒 沒看過 他可能會去 找一個 他覺得很接近的 但是可能是 錯的領域 所以 這邊的話 基本上 Unline Learning 基本上就是 要導入 類似像 呃 至少是 Semi Supervised 或是現在所謂的 那個 Self Supervised Learning 自監督或是 半監督學習 因為其實還是有告訴他 他是錯的 就像那個 那個 人臉辨識裡面 欸 我忘記那個TEN叫什麼 他 他人臉辨識 有一個常用的技巧 就是 比如說 呃 甲菌 他有甲菌 那個 不同時期的照片 他在同時 送 乙菌跟丙菌的 那我們知道 甲菌跟甲菌的照片 是同一個人 甲菌跟乙菌 甲菌跟丙菌 甲菌跟丙菌 是不同的 所以我可以留 他的 同一個人 Loss要最小 即使我沒有Label他 但是他知道 這是同一個人 比如說 他用所謂的 Triple 就兩張是一樣的 一張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張 一樣的 Loss要最小 那跟這不一樣的 Loss要最大 所以他整個網路目的 三張照片 輸入進去之後 要算兩個Loss 一個要 一個要最小化 一個要最大化 那你也可以看 這是另外 比較廣義上面的 Unsuperbody 那事實上 不是 因為他 他有兩張照片 一定是同一個人 另外一張不一樣 並不是完全無知的 你提的那個問題 我覺得 馬來認定 是一個比較可惜的解法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問題 我謝謝志漢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